一副只有你 你也只有一副 仙儿啊 这是我这辈子 最痛的地方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本来要将这血带进坟墨的 但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之前不告诉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李瑶也是我杀的 果然 之前那个唯唯诺诺 重情重义的赵静已经死了 现在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可以受人发欺 残害兄弟 祸害江湖 十恶不赦的赵静 世人皆赴我 我必赴世人 他唯独对你 但唯独对你 我的仙儿 赵静之心就分一死 可哪怕还有一分善念 一分亲情 我都留给你 我都留给了你 这是我这辈子 最后一方净土 答应我 答应我 好好保护他 别把他抛荒了 义父 蝎儿错了 蝎儿不该这么问您的 蝎儿以后不问了 蝎儿 蝎儿 要知道 义父只有你 你也只有一父 义父 君不负我 我不负君 君不负我 我不负君 主人 别再唤我了 你不是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了吗 怎么样 有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吗 她说 是她的妻子李瑶 以武库的秘密要挟她 我真是没想到 我真是没想到 赵静这个信口雌黄的本事 还是这么厉害 你真的是对这个赵静的了解 太过于浅薄 你知不知道 赵静这一生 最让她得意的 就是自己算计人心 玩弄全谋的本事 她会为自己的每一个大阴谋 都留下一样战利品 我能想到的 我能想到的 应该就有她师父的班纸 独似容炫的剑 如若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翻翻 应该 还留下李瑶那个傻姑娘的一件东西吧 多半应该是她们俩的定情之物 如果不出我所料 赵静应该也给了你一件非常特殊的信物 去代表她的真心 对吧 对吧